iPad上面竟然没有内建计算机的功能 所以今天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App Store里面有哪些值得下载的计算机的App吧 大家好我是苹果妹 今天呢会介绍在iPad上面五款计算机的App 那这五款App呢都是免费 而且可以在App Store里面下载的 那他们五个呢各有各的特色 例如说有一些有Widget啊有一些没有广告啊 有一些呢可以显示历史记录啊 或者是可以存档之类的功能 我们现在呢直接来看一下这五款App吧 第一款呢就是你们现在看到的这款配色非常漂亮的App 它叫做Omega Calculator 那我们现在呢先到App Store里面来看一下这款App长什么样子 然后呢我也会把连结放在我的留言区跟说明栏里面 所以你们可以直接下载 那打开App Store之后呢你看到Omega Calculator 它是这个蓝色的符号 下载完之后呢我们把它打开 打开之后它就是这样子一个界面 这边是非常基本的数字嘛 然后下面有一个一到五级有没有 这应该是他们比较专业性的一些符号 那你今天要用到一些比较深入的功能的话呢 你就可以在这边选择 那我觉得这款App呢它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功能 就是它可以换它键盘的颜色还有它App的颜色 你刚下载完的时候呢你的键盘应该不是这个颜色 要怎么换它主题的颜色呢 就是按一下左边的这个横条 对然后今天下载App呢可能有一些有中文有一些没有中文 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一款它是没有中文的 不过应该还算是简单易懂啦 这个Thin它就是主题的意思 点下去 这边你就可以去选择你想要的色系 那大家看到下面这边是锁起来的 就是要付钱才可以使用 然后上面呢大家可以选的就是这八种 那我自己用的是这个 我觉得这个配色很小清新 然后选完之后呢最有趣的就是连它App的颜色都会改变哦 在这边它App的颜色就会跟我的主题一样 就是说我今天切换到这个红色 然后它的这个App呢也会跟着一起变成红色 超级可爱的 然后今天你计算完之后呢 你可以按这边会显示历史记录 就是你曾经有计算过哪些数字都会显示在这边 然后这边呢我要讲到它有一个小缺点 就是它没有办法复制它计算的结果 就是说我想要把这个数字贴到这边来的话是没有办法的 那其他App甚至是可以直接把这个数字拖过来 然后再来呢我们要介绍第二款App 就是现在大家看到在画面上面的这个App 这个App呢是我觉得功能最齐全 但是如大家所见它的画面并不是那么的好看 所以就是有利有弊啦 它就是有广告这样子 那它的名字叫做什么呢 我先到App Store里面去把它打开 一样呢我会把连结贴在我的说明栏跟留言区 然后在App Store里面呢就是一个很简单计算机的符号 然后它的名字叫做万能科学计算器 那也是免费的 然后打开 那为什么我说它是最好用的一个App呢 因为它支援的功能真的还蛮多的 包含说它下面呢可以切换它不同的模式 它有科学模式啊 就是你今天要用到一些比较深入的符号 或者是你要切换到货币模式 或者是这边有一个分数 我不太确定它是用来干嘛 但是应该有一些专业人士会用到这个分数的功能 那我们回到最基本的这个模式 大家看到它最左边有这个浏览记录 然后呢还有另外一个非常强的功能 就是它可以直接拖曳这个结果到你想要的地方 例如说我今天把它切换到Slide Over 然后我这边计算完之后 我可以直接把这个数字拖到我想要贴的地方 是不是非常的方便呢 然后另外呢这个App也支援Widget 它在哪里呢就是你桌面的最左边这个视窗 大家看到我已经把它加进来了 那如果你今天下载完之后 你要把它加到这边这个Widget里面呢 你就是主画面滑到最左边 然后滑到最下面有一个 这边有一个编辑有没有 编辑点进去 然后呢再滑到最下面 这边有一个自定 它就会自动出现这个计算机高加 从下面这边加到上面来 你就可以在主画面随时取用这个计算机了 那加完之后按完成 那这个Widget呢还有一个非常好用的方式 就是今天你在任何的App里面 突然需要计算一个东西的话呢 你只要把通知中心叫出来 然后往右滑 你的计算机就在这边等你了 然后在这边计算完之后呢 你就可以直接回到你的App里面 然后另外呢这个App 它也是可以切换主题的 按一下右下角的这个字顶 里面你就可以去选你主题的颜色 它颜色真的还蛮多的 而且有些还算蛮好看的 也就是说我想要这个颜色 那它唯一的缺点就是广告 关不掉 再来呢我们要介绍第三款App 就是这个 它主要是用来计算汇率的 然后也可以用来当简单的计算机 那这个App呢 它最棒的就是它可以支援 画面最左边的这个Widget 大家看到下面有一个 汇率跟计算机的画面 然后上面有一个汇率的Widget 这两个都是这款App的Widget 我们先到App Store里面打开 一样我连结会贴在说明栏 图示是长这个样子 然后它叫做货币转换器 然后我们点到这个App里面 它的界面就是这样子 非常的简单 然后如果你要切换货币的话呢 你就是直接点这个货币的图示 然后你就可以去切换 比如说我美金对台币 然后呢你输入的是上面这一个 就是说我今天要500块的话 它就会直接切换成台币 就是你按的同时它也会直接切换 或者是你今天要做一些加减啊什么的 也是非常简单的 然后它这边使用的汇率呢 是用中价 中价就是它完全没有买卖的性质在里面 就是你今天如果要买入或卖出的话 会跟这个中价有一点点差异 然后它的这个汇率呢 每个小时会更新一次 这款App它的结果也可以直接复制 你只要长按这个数字 它就会出现这个复制的按钮了 它的Widget在哪里呢 一样是在主画面 然后最左边的这个画面里面 那新增的方式一样就是点到编辑里面 然后再按一次 这边有一个自定 自定的按钮 这边呢你就把这个汇率 还有货币转换器加入小工具 然后你也可以直接在这个Widget里面 切换你的货币 然后直接计算 它切换的过程是非常顺畅的 就是你按的当下它就会直接计算 所以就非常的直觉 再来呢我们进到第四个App 它叫做深蓝计算机 那这款App它的特色就是 它会随时显示你计算过哪些数字 记录都会在上面 然后你也可以随时存档 跟取用过去的档案 我们现在先到App Store里面 来看一下这一款App 它叫做深蓝计算机HD 然后它的图示是这个样子 我们来把它打开 进来这个App之后呢 它的画面其实非常的简单 它也没有一些比较深入的符号之类的 但是重点就是它可以记录 你曾经计算过哪些数字 像我这边计算过好几笔记录 它就会直接显示在这边 然后最右上小这边呢 有一些功能 像是它可以清除你的历史记录 还可以隐藏你的计算机 然后第三个按钮是存档 你可以帮你的计算过的这个记录 存成一个档案 然后第四个按钮就是 你可以去存取你曾经存过的档案 那下面呢它其实有一个自动备份的功能 那这个部分就是你要付费才能使用 那这个App呢它预设就是你打字的时候 它会有声音 那如果你想要把它关掉的话 就到设定里面来把这个镜音打开就可以了 那我觉得这个App还不错的就是它没有广告 然后它的画面是还蛮简单简洁的 接下来呢第五款App 我们要介绍的叫做Calculator Plus 就是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 我们现在先进到App Store 它的图示就是这样子 然后呢它的名字叫做计算机 for iPad Plus 打开之后呢它的画面也是非常的简单 然后大家看到最右边这边有你计算的历史 然后最右边这边有一排按钮 然后大概有80%都是要付费的 就是你点进去之后会发现它是一些完全不相干的东西 那只有最下面两个按钮是可以用的 大家看到这个按钮它是就是比较复杂的功能 这边有一些比较深入的功能 这个按钮的话就是普通的计算机 然后其他的按钮的话呢就是一些要付费的功能 像是汇率啊或者是分数的计算机 然后最下面的设定你也可以去改变你的主题颜色 那这款App呢我觉得它的优点也一样就是它平常是没有广告的 但是它旁边真的很容易按到一些有的没的 然后它的画面也算是简洁的 以上呢就是我觉得在iPad上面还蛮好用的五款计算机的App 不知道大家最喜欢哪一款呢 记得在留言区告诉我哦 另外呢也欢迎大家在留言区跟我分享 你在iPad上面自己最喜欢的App是哪一些 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苹果妹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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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